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中国现存的三大细湖之一 这是一个与渤海相通的半封闭式细湖 与大海相连的湖水在日月的交替中潮起潮落 海水的涌入和溢出不仅滋养着湖中的水生洞植物 也给这方湖水带来了勃勃生机 朝霞升起 平静的湖面传来生生鸟鸣 湖中的鱼虾失去了夜幕的遮蔽 暴露在水鸟的视线中 这是水鸟们一天当中最为欢悦的时间 它们不会错过这个稍纵即逝的捕食机会 就连平日里很少捕食鱼虾的绿头鸭 也不紧不慢地加入到了这场围猎的盛宴当中 潮汐给其离海带来了海水和沉积物 季节性河流注入的淡水改变了湖水的盐分 每当潮水褪去 成片的滩土露出水面 看似平静的泥沼中 往往隐藏着被湖水抛弃的小蟹 小螺等底漆生物 却给喜欢在岸边捕食的水鸟 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为了能在短暂的停留期间 快速补充南迁途中消耗掉的能量 反嘴欲迫不及待地在湖边寻找着食物 它要在寒冷到来之前获取足够食物 为剩下的旅途做好准备 凭着长长的腿和上翘的慧 反嘴欲不停地在水下搜寻着食物 它的慧触觉敏感 甚至不需要眼睛的帮助 也能在泥沙中轻松感知食物的存在 沙蚕常见于渤海沿岸 属于环节动物 是许多鱼类的食物 也是水鸟 也是水鸟重义的口粮 它在七里海的食物链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秋风起 冬江至 脂肪堆积厚实的绿头鸭 在风平浪静的湖中 享受着温暖的阳光 等待着寒冬的到来 而一些候鸟已经做好了 即将南迁的准备 天高云淡 北雁南飞 一度喧嚣热闹的七里海 渐渐的平静了下来 鸟鸣声中 七里海目睹了候鸟秋去春来 见证了它们的辛勤和成长 而加强舌银 数字熟